HELLO,大家好,我是李奥 今天是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 這是一個突發的影片 希望跟大家很快地說一說 crippo.com 那張MCO或者CRO卡的最新情況 詳細之前的東西就不說了,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特別的情況之下,大家有什麼可以做 或者樂觀的情況是怎樣,不樂觀的情況是怎樣 詳情,如果這個影片講得不清楚 可以進我的TG Group問我 也可以Facebook或者IGPM,不過TG Group就最好 因為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朋友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好了,開始了,上次就跟大家提到 然後MCO那張CRO卡,或者不是CREDIT卡 就減了他們的利息,由16% 開始減了6% 接著又加回10% 這一兩天,CRO的幣價都跌得很厲害 我想這幾天都跌了10-20% 就是這樣 而呢,開始大家 有些人想去取消這張卡 今天想跟大家說 樂觀的情況是怎樣 不樂觀的情況是怎樣的 首先講樂觀的情況先 如果大家都是好 還未申請這張卡的 大家可以真的趁這個 而你又看好這間公司的前景 你就可以趁這個便宜的時候 或者入貨了 因為呢 如果你現在stack的話 現在大概是0.12% 如果1000粒的話 大概是120元美金 如果你現在申請 有50元現金的回贈 那就是說你大概70元就可以用到這張卡的了 而且呢,還有一個Spotify的回贈 那好啦,那不樂觀又是怎樣呢 不樂觀的情況呢 就是說有些人呢 因為近來的這些突然的轉變 或者他們的CS的一些處理方法 大家對這間公司都不是很有信心 而他們的CEO之前都有一些startup的歷史 都是做得不好的 那這一方面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呢,其實這些創業家也好 有商人也好 他們做了這麼多創業當中 一定會有成功失敗 那這方面呢,我就不評論了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對這間公司沒有信心了 那可以怎樣做呢 那今天想講講的 那昨天呢 我的群組裏面也有兩位朋友 分別有不同的情況 就跟我說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位呢 就是他嘗試聯絡客服去取消這張卡 那客服呢 一開始就說呢 你就可以取消這張卡 但是你閉上了的幣呢 就未必可以閉上了 但是呢 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另一位朋友就跟我說 他可以成功取消到這個帳 那分別呢 就是一個是Cancel Card 一個是Cancel Account 那當他去Cancel Account的時候呢 就順利地那個CS說 你就可以Cancel這張卡 那你的CRO呢 都會隨之而unstake的 即是說呢 如果這個是真的話 又可以在短期內unstake的話呢 基本上 如果你現在是現有客戶的話 去取消帳戶 所謂的Cancel Account 你就可以做到unstake這個功能 那就是說 基本上是有個不在裏的 即是說 根本你未stake夠180天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Cancel Account的方法去unstake 留意啦 這兩位朋友呢 都是未收到卡的 那我不知道這個情況 會不會有少少分別啦 但是呢 對於我來說呢 就理論上 就沒有什麼分別的 因為大家都已經是開始Stake了嘛 基本上 分別就是你收到卡 和未收到卡的而已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啦 近來呢 他們的CS的狀況呢 就有少少特別的 有時呢 我都會聽到一些情況呢 就是說不同的CS 就會回答你不同的答案 所以這方面呢 就要大家自己去測試一下 或者去聯絡一下他們 看看狀況是怎樣啦 那另外呢 去到今天呢 我又見到另一個朋友 跟我分享的情況啦 就是說呢 昨天的Cancel Account的情況呢 又有少少不同了 他呢 有個客服呢 就回覆說 你就可以unstake 或者取消你的帳戶的 不過呢 你就要等到你去 你的鎖倉的日子呢 完結了之後 就是說呢 如果你鎖倉的日子是120日呢 剩下你就要等到那120日之後啦 那這個呢 又好像和昨天的狀況 有少少不同啊 正如我剛才所說呢 近來呢 他們的CS呢 真的有少少亂的 不同時間呢 答的答案呢 有些不同的 應該呢 剛才呢 我都在畫面上 擺了CS的對話出來的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倒帶 pulse 跟著看回他們實際的對話 有些CS都幾吋嘴的 其實 還有呢 這一類型的溝通呢 昨天都問了一個問題的 就是說 他幫你unstake了 close了帳戶之後 他給你的CRO 究竟可不可以 在他的app上買賣呢 還是 他close了你的帳戶 你就一定要轉去其他交易所買賣呢 昨天呢 得到回來的答案呢 就是說 你是可以在他的app上買你的CRO的 如果你想的話 那 這個呢 都是比較值得欣慰的地方 那好了 講完樂觀情況 和不樂觀的情況 就是說你想取消卡 或者還未申請卡的情況 大家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大家還是抱一個觀望的態度呢 大家可以看一個星期三的一個AMA 他們的CEO呢 會在星期三下午 香港時間下午 就三點的時候呢 在Youtube上 跟大家做一個AMA的 到時候呢 看看他會不會有什麼 宣布 或者一些 解釋給大家 以及之後的狀況是怎樣的 那說我自己的狀況呢 我自己的狀況呢 就是因為呢 我昨天呢 又有朋友 又有另外一個朋友 跟我說呢 在他們的網站上呢 看到他之前的 Spotify 或者Netflix的回震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現在說 現在的100%回震呢 在網頁上就 展示了10%的回震呢 就是說呢 有沒有可能呢 這個是他下一個 減Benefit的舉動呢 那這樣東西呢 都把我嚇責了少少的 雖然呢 後來呢 都有客服 或者他們官方的人員 出來說 這個是一個 啊 錯誤來的 他們會很快地 改正的網頁 但是 這些一連串的事件呢 都令到我的信心下降了 所以呢 我自己來講呢 就已經 unstake了我的 卡裡面的CRO 還有呢 也都賣了 跟著轉出了的了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選擇了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接下來呢 這個crypo.com 或者CRO卡 或者他的debit卡 或者任何服務都好 相信呢 香港呢 有很多這張debit卡 或者crypo.com的客人 希望以上的消息呢 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喜歡的話呢 可以按一按右下角 subscribe like share 入TG Group 如果有問題的話 下條片再見 拜拜